各位同學,這是Add-Acel Pure Max 2 其實Add-Acel以前是C1,C2,C3,C4,C4,C4 合併了Pure Max 1,Pure Max 2 其實我看的時間是差不多 都是做的數量 現在數量只有7-8條,但現在數量只有16條 其實是得了數量 要你慢慢做 不過我們現在都繼續拿 開始前,各位同學,請訂閱Dr.K.Messi的頻道 第一條是這條 它是Absolute Size 留意這個Absolute Size 其實可以拆開它 3-2x的Absolute Size 可以拆開它 因為它這樣看 如果x比3超過2 如果x比3超過2 這個是負數 所以裡面的負數 所以要給它負數 如果x比3超過2 我們就直接寫它出來 因為它本身代入所有數都是正數 所以如果解釋這條色 我們有一個標準方法 稍後我嘗試講多個方法 分兩個個個案 第一個個案 x比3超過2 所以如果在這個情況下 這個Absolute Size 就要給它負數 這樣就可以移走到Absolute Size 移走到Absolute Size 這裡可以計算到x是十 十下十下 第二個個案 如果x比3超過2 就不用整個Regative Size 直接給它 x比4超過3 留意 當然我不太肯定 它不會有這種狀態的情況 這個數 x比3超過2 計算出來的數 x等於10 所以是在這個範圍內 所以這個數是Excel的 即x等於10是Excel的 x比3超過2 而這邊可以計算 x比4超過3 所以這個數也是在這個範圍內 所以是Excel的 所以整個結論是x等於10 以及我的負3超過4 好,兩個數 好,第二個方法 是這個方法 如果是簡易的方程 簡易的Absolute方程 你可以在2個方法 一起用2個方法 用2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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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個方法 用2個方法 0,2個方法 1個方法 2個方法 1個方法 十分為9 x2 4x2 4x2 3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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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9是-40 接著是formular 1 formular 1是輸入3-26和-40 他計算了x是10 以及-4 over 3 這個方法是要代替去調查 因為有可能多了答案 但我看不到GCE 有這個考驗 當然我看的例子不夠多 要早一排的話 以前那些就要 現在不用 所以我不做調查 多謝各位同學 最後呼籲各位同學 請subscribe